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白莲花 只正开复制 摄分头里的花 花开了 不是未开 那么又这个花最大 花瓣素白 一鸣碑也花 妙发莲花金 只莲花了 借此白莲花 白叶至分头里花 这个一段 前面我们讲过 莲花 佛用它来 莲花了 现实的最明显 在还没有开的时候 莲花了 在包里面 已经就有莲子了 花开的时候 莲子就成熟了 花是因 莲子是果 因果同时 不像一般的植物 它先开花 后结果 因果不同时 莲花让我们 很明显地 体会到 因中有果 果中有印 因果同时 因果不二 这是四世真相 所以 众生 其心动念 其一个善念 是因 善果 确实 显示出来了 我们人不知道 古人 笔记里面有记载 这个善人 才动念 善行 还没成就 果报在天上 那个天上宫殿 好像都给他做好了 就等他去了 可是 人间不知道 他自己也不知道 那么同样的道理 我们动了一个悟 你 大概地狱 已经给你造成了 你不知道 等到你 命中之后 就到地狱去了 确实 因果是同时 是 佛用 这个莲花来 表发了 意义 非常深远 也就是 提醒我们 时时刻刻 知道 其心动念 那就是 因 猴宽 淫于造主 你那个因 就圆满了 地狱 我们 得到很多信息 地狱 无量 无边 数不清 哪有那么多 有 一个念头 就是一个地狱 我的念头 一个善念 就是一个天堂 现在我们 对这个道理 能接受了 欢迎冠上 讲得很清楚 出身无尽 念念 念念 出身 念念 虑尽 佛在论言会上 讲得 当初出身 谁出 虑尽 确实 就在当下 英国 在当下 报应 在当下 我们看到 这个世界 形形色色 那就 念念 地 相续 想 念出宗旨 国 国月就灭了 念是阴 宗旨 国就没有了 所以 古大的 常说 不怕念词 念起 只怕 觉知 人 决定 不能 迷惑 迷惑 你念念 是我 你在 造地狱 如果你 念念 救而不迷 你肯定 造的是 善业 天堂的 国宝 学佛人 念念 造极乐 世界的 国宝 年华 掉这种 深意 等下 呢 哈 珍 快 é 刘